早晨,今天是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日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凯雯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今天大事是什么节点? 我们会看到内地的大基金 似乎是对于半导体的行业会有一个支持 稍后会谈谈 另外,美国也有一些通胀方面的数据 对于这个息率有什么影响呢? 稍后我们会谈谈 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上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上天美股是假期金融市场优市 英国亦是假期优市 德国和法国股市是轻微向上的 我们现在很快就一起看看 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今早早是向下的 跌着52点 38847点 首义综合指数向上 悉尼普通股指数是向下的 新西纳50成份股指数是轻微向上的 很快就和Thomas谈谈的PCE数据 未来星期五便会公布 市场预期的个人消费开支的物价指数 即是PCE 按年和按月 稍后可以出个图表给大家看看 和3月比较 都是一个持平的数据 至于核心PCE 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在我左手边的图表 第三和第四行 第三行就是核心PCE的按年的变幅 预期和3月一样 不过去到第四行 前值就是3月份的数据 按月上升0.3% 不过最新预测 就是去到中间的数 即是第四行中间的数 就是按月上升0.2% 即是比起3月份的PCE 按月数据稍为回落 如果跌到0.2%的话 就是四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现在就在想 如果通胀 就像预期一样 就有一个放缓 甚至是有一个更明显的回落 就有机会重演减息的憧憬 其实在5月中 即是公布4月CPI 那个案年升幅的时候 亦都见到较到3月份 是有所回落的这个情况 当时也带动美股 有一个做好的情况 现在最新就是在等 星期五出的PCE的数据 利率期货就显示 去到9月 其实现在不减息的机率 最新就在50%左右 即是大家原本预期 9月有机会启动减息 现在预期未必会减息 预期 预期美国的9月份减息的机会大不大 以及看到NVIDIA 热跡上星期公布做好 纳指受到大动都做得不错 你觉得美股是否能够继续在高位上落 我自己看9月减息的机会相对上是高的 因为始终考虑到11月大选 如果总统拜登希望对经济带来刺激 9月减息相对上去到11月 有少少经济数据去看得到 这对于选情方面 会有一个帮助 另外刚才也会见到 PCE不论是按月和按年 似乎大家在预期方面 都是倾向和上个月的状况差不多 暂时去看 即是说 美国的通胀有一个受控方面的迹象 如果配合下个月中 即6月中 再公布CPI的时候 相信未来在利率期货会有一个反应 9月减息的机率 应该会去到超过一半以上 收莫负是6成的 美股的投射方面 你会预期是否会继续在高位上横行 暂时也会是 因为始终联储高的官员 一个星期唱音一个星期唱甲 市场未能摸到节奏 但如果未来官员一直放甲 对于美股的后市 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提振 现在看到是勒指 勒指在17000点的时候 阻力相对上会比较大 那边座可能要去关注 有机会今个星期 都仍然在17000点之间 来做一个上落的状况 倾向上来说 要去到17000以上 后市才可以变得乐观点 另外导致之前上了40,000点 现在是落到39000点的状况 似乎这一个心理关系 亦在阻力方面是比较大一点 后市方面除了留意经济数据 另外也要看大型企业 会不会未来业务方面 有一个拓展 其中看到亚马逊有机会 在意大利的时候 兴建这个数据中心 但因为是外电引述 暂时未得到亚马逊一个正面回应 如果消息熟实的时候 相对对于一些科技股 带来一个提振 这个对于后市方面 就会变得乐观点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让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上星期跌超过900点之后 星期一反弹超过200点 修复20天线 恒指昨天轻微低开2点 最多曾经跌过8点 收复18827点 升幅1.2% 挫指升82点 收报6688点 科技股指数 升幅是跑赢大市 升幅1.7% 升了65点 收报3164点 转日成交1,188亿 三个星期以来最低 北水持续录得正流入 大市的金额下降 但北水流入的金额就上升 昨天金额有44亿2千万 中移动有北水正流入 昨天金额有7亿7千万 小米有4亿7千万 中海游持续有北水正入 美团星期一由北水正流出 转为正流入 上天金额是3亿1千万 中行和建行都继续有北水正入 康芳生物的股价持续向下 但继续有北水正买入 昨天金额有2千万 腾送和快手继续有北水正出 分别金额是4千万和8千万 药明生物最多北水正流出 金额是超过2亿 工行农行继续录得北水正流出 和Thomas聊聊的大市情况 上星期跌超过900点 昨天早段向下 看到18,500就有支持 出现一个反弹 昨天收市升200多点 收复20天线 但成交比起前几天 有一个显着减少的情况 你如何判断后市走势呢 会不会说这一轮由高位19,700 向下的调整 已经去到差不多 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昨天低位大概落到18,500的水平 变成未来两个交易 如果继续可以保持到18,500之上 这就是相对支持度 参考性会比较高 至于从上方来看的时候 其实昨天来说 就收高过20天线 昨天恒指收是18,800之上 20天线是18,700的水平 下一级会去看的时候 就会看10天线 10天线大概是19,100的位置 当然也是横跨了心理关口 就是19,000的位置 现在去看的时候 5月9日和10日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裂口 如果你说要完全确认 成功保全裂口 就真的要收高过19,000才可以成事 短期来说 都是关注会不会继续 有一些国策推动 A股和港股一个上升的状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投资者开始陆续多了 官网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所以令到成交额有一个回落的状况 如果在128亿到158亿 就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昨天就落到128亿以下 所以就要关注 希望未来两个交易日 可以重上128亿之上 如果不行的话 可能有个心理准备 就会是一个责幅上落的形势 主要波区区间 就会维持在18,500至19,000点之间 好 我们谈谈一些强势股 昨天联想跑赢大市 升了8% 是升幅最大的南筹成分股 业绩后 其实多间大行先后发报告 唱好联想 讲讲高盛的看法 最新的AIPC 即是和Quocum合作的那一部 其实就将会在6月推出 在PC上可以直接用到 这个Copilot 即是AI 即是人工生成的一些功能 还有由文字转成图像 由之前超过20秒的 就是那个process的时间 现在如果是用到AIPC 就7秒左右就能够成事 因为有新功能 售价比起旧PC的均价 就高出最多是9成 最新的机器 预计卖是1200美元 以及1700美元 即是最低价 印换版那部 不用1万元 就能够买到一部AIPC 预期随着售价的提升 就会提升到单价和毛利率 高盛就会给一个买入的评级 这个乱想 目标价是13.98 摩根斯丹的企业绩后 也出了报告 当时是看15元 另外高盛亦列了一个表 就将联想的PE 跟Dell 以及Acer 即是台湾的股份 做一个比较 就说联想2025年的预测PE 是8倍左右 比起行业平均来说 仍然是低的 联想股价上星期尾 以及昨天都有一个 比较大的升幅 现在到12元以上 其实拉回线去看 就超过20年的高位 现水平追入的风险大不大? 如果现在去看 大概是去到2015年的股价位置 当时的高位是12.5元 现在是11元 也会轻松一点 基本上 如果是之前一些业绩因素 其实都已经反映到股价位置 现阶段来说 倾向上 都会关注到 到底 AIPC 是否真的销情 是比较理想的 要不停的 增长 我只是想了 上 下 下 下